为什么要绘制在藻井里面 或者绘制在动画壁画里面 就是说动画藻井它是个仿古代 就木构建筑而成的 因为木构建筑最怕的是火 而兔子的形象根据汉水 博物质等等 他们认为兔子是基因的意思 它有水的意思 就是有以水克火这样一层意思在里面 所以这样一个团出现在藻井里面 就是为了防止木构建筑不要着火了 可能有这样一种简单的思想在里面 尤其是东汉时期出现了大量的 三鱼共守的团 通过大量的学者研究 三鱼共守团是中国早期的 比如说新时代时期 鱼鼠文的团是一脉相承的 也有着多子多福 或者说是生生不息 这样一层意思在里面 好多学者认为 这个三鱼共的团是从元代 就是蒙古政权 然后西征的时候 然后从东黄或者是从咱们中国 然后逐渐向西带到中亚 再带到西亚 再带到欧洲 是这样一个传播路径 不管是西方还是中国 可能在古代的时候 都有这种多子多福 或者是玉玉生生不息 这样一层朴素的力量 所以这个团就慢慢地能传播开了 可能就是一种吉祥的玉玉在里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